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人的每天都过着千片玉绿的生活 但是这个世界每天都有新鲜的资讯带给大家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收听今天的娱乐秀节目 因为又有新鲜的娱乐消息 明星的八卦消息以及影视资讯 跟各位一同来分享 首先关注到演员刘诗诗的工作室 晒出她的一组花絮图 拍了好多美美的照片 穿着简约的白色高领毛衣 白开水淡妆 清新素雅 我理解就是化了妆 但是又像没化妆一样 照片中的确有一种清新脱俗的感觉 白露也更新了一组日常照 身穿水蓝色的渣染裙 搭配同色系的头巾 好像采茶女一样 笑容灿烂 像花季少女青春感满满 演员刘亦飞 最近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一组 度假的六套造型写真 风格百变 穿着轻颖的夏日装束 或漫步在海滩 或坐在豪华酒店的阳台 享受着阿布扎比独特的夏日风情 所以当女神刘亦飞 晒出她在阿布扎比的这一些旅行美照 附上随心而往 邂逅美好无限的一些文字的时候 无数的粉丝和旅行爱好者 恐怕就为之疯狂了 的确刘亦飞这次旅行正值 阿布扎比旅游局推出 阿布扎比101旅行清单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也是希望能够让游客 更深入地了解和体验 阿布扎比的文化和风情 最近的确春暖花开 气温都有所回升 很多人都选择出游玩耍 很多明星也晒出春游的照片 像歌手金沙 就又赶上了这一波秀恩爱的潮流 他在平台上晒出和小男友 孙承潇的游玩照 发文写道 跟大家分享度假照片 头顶有樱花 身旁有潇潇 嘴边有烤牛肠 只差怀里有个羞羞狗了 然后夹了两个狗头和爱心的表情 看照片好像是在韩国去看樱花了 另外赵雅之 最近在时尚平台发布一组营业照 穿着蓝色系的套装 非常的优雅 神态轻松 从容得体 我觉得他并没有穿那些 不符合年龄的状态的一些服装 好像半嫩啊 装年轻啊 总是那样轻松自然 而另一位小他一点的就是伊能静 也年过五旬了 但是依然活跃在娱乐圈 最近刚刚和团队在法国游历了一番 又跑到了德国 9号的时候 一位网友在德国的汉诺威街头 遇到了伊能静 夸赞她是那种一眼就能认出的美女 脸只有巴掌大小 就是很小的脸哦 当天伊能静穿着一身白色系 鞋子也是白的 不过好像感觉是内增高的款式 她本人并没有那么高挑 打扮的确时尚青春 颇显年轻状态 据说伊能静这些年淡出影视权 但是在其他的事业方面是全面开花 不只在短视频领域小有成就 而且在金融圈也是混得风生水起 她如今的身份是什么web3创业者 还有元宇宙潮玩投资人 玩得够潮的哦 而这边娱乐圈的真公主就是王诗玲 又有新的状态了 4月10号李湘晒出了一家三口 在英国看画展的照片 这次离了婚之后的李湘和王悦伦 是同时特意奔赴英国 陪伴爱女王诗玲 一家是来到了距离伦敦400英里的苏格兰 看得出苏格兰天气好像还要再冷一点 王诗玲穿着宝格丽 经典的卡其色的风衣 搭配宝格丽的围巾 鞋子是LV的 然后就这么装扮 站在苏格兰的街头 这个英式的穿搭和背景 真的还挺契合的 而照片一po出 网友祸速的就扒出同款 说王诗玲这一生的行头将近四万 真是富养女儿 而在看老爸王悦伦当天的造型 染着一头蓬松的黄发 黑色夹克搭配藏青色的围巾 时髦的程度也不输王诗玲 显得挺潮的 作为唱跳天后 萧亚轩人气只很旺 但是人红是非也多 就在昨天萧亚轩发文 表示自己的邮箱 而且是QQ邮箱 说是遭到了黑客的盗用 并且被狂计威胁性 已经对他本人以及家人 还有身边的朋友的生活造成了影响 然后他就发帖 请广大的网友帮忙 来帮忙找这名黑客 看到这个消息 很多网友都表示很担心 就建议说报警吧 这已经触犯法律了 就是盗用邮箱 然后还涉及到威胁行为 那真的是太可耻了 娱乐秀 继续来关注音乐圈的消息 这位日本歌手 雨多甜光 自从1998年12月9号 凭借一首单曲 Automatic Time Will Tell 出道以来 他在职业生涯 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 瞩目的成就 为了纪念出道25周年 备受期待的一张 精选专辑Science Fiction 将于4月10号正式发行 据了解 专辑是由他亲自 从25年来的全部作品中选取 其中包括三首原创新曲 以及精选的十首 经典热歌的重新混音版本 一共有26首歌曲 那喜欢他的歌迷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咯 而这位要介绍的是 中国新生代全能唱作歌手 求德 他四年前凭借首张专辑 颁奖的时候 我要缺席 入围了第31届 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 之后也是相当的低调 比较小众话 他的歌曲 不过在今年的4月开始 求德将带着他的第三张专辑 开启巡演 一起走过北京 厦门 深圳 成都 天津 武汉 南京 杭州 广州 上海 十座城市 他的这张专辑 跟他的名字一样 就是 求德 其中有不少的 合作歌曲 像是接下来 我们要秀的 这一首 《色盲》 就是来自求德 和台湾的才女 许佳颖 所共同带来的 合唱歌曲 Showtime 让我们稍时休息一下 歌曲过后 继续回来秀娱乐 蓝色的 汗水挂在左边眉毛 茶飞红 光线太胡闹 你干嘛 趴在桌上 又在笑 流程 瑟瑟 尖的 我的 心跳 同律的人群 在深袖 不重要 飞出了 飞出了 菩萨 的 鸟 一等到 红灯 我们 就逃跑 约定好 别 回头 放人 城市 在飘 那旋转的 转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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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 黄的 月亮 是否像夜里我 人分片的 你的 目光 等我来吧 等我来吧 在漆黑的隧道 做两寸 石像 你看不到的 就同我家 这场旅途 多么空荡 唯独两眼是文化同一样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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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打翻了 一個不敢給的擁抱 擴散成 無聲的祈禱 去漫遊 知道世界 會變好 琥珀 四季才的 永恆一秒 那旋著的 轉著的 你說的 黃的月亮 是否像夜裡 我人分店的 你的目光 跟我來吧 在漆黑的隧道 做兩尊石像 你看不到的 就同我講 這場旅途 多麼空蕩 唯獨兩眼 是 幻花童 一樣 一眼 一眼 就來啊 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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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咱鳥 有大自然的 兩眼 放大到六花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在那里正在举行2024电影产业博览会 昨天有不少的消息释放出来 首先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和安雅泰勒乔伊 现身在这个大会的现场来宣传他们的电影 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 同时电影也发布了新海报 影片中的两位主演占据C位 然后身后是黄沙烈焰 整个造型也十分的狂野 尤其是带着机械手还有毛利子发型的安雅 让人眼前一亮 这个扮相也是相当的酷 作为疯狂的麦克斯四 黄暴之路的前传 影片讲述文明世界的崩解 年轻的弗瑞奥萨从原本的家园 众母绿地被掠走 落入军阀 迪门特斯所领导的重击帮派受众 在穿过荒原时 他们来到不死老乔所掌管的城堡 在两位暴君争夺统治地位的同时 弗瑞奥萨必须在重重考验中存活下来 并且要找到回家的路 电影疯狂的麦克斯狂暴女神 由乔治米勒指导并编剧 除了锤哥和安雅之外 爱丽拉布朗 汤姆伯克 还有拉黑休姆等等也加盟了此片 影片已经入围第77届 嘎那国际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 并且将在电影节期间 举行世界首映 上档时间是定在5月24号 另外好久没见的罗伯特帕丁森 以及韩国导演奉俊浩 也亮相在电影产业大会的 华纳兄弟发布会的红毯 他们是来宣传电影米奇十七 两个人在红毯上 你贴贴我藏藏的互动也挺可爱的 而这也是罗伯特帕丁森 升格成为人妇之后 首度出席公开活动 现场看得出这个新身份 让他变得更加的温和了一些 红毯上一直咧着嘴灿笑 不像是以前那个酷酷的男孩的样子了 这部影片是改编自爱德华阿什顿的所著小说 米奇七 小说讲述米奇七踏上前往冰冻之地 尼富尔海姆的殖民之旅 它是一个可牺牲的消耗品 专门受雇去做那些高风险的任务 然后他死后就会以一个克隆体的方式重生 大部分记忆体得以保留 这次他也被认定死亡了 但是他回到任务基地后 发现一个新的克隆体 米奇八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所以米奇七决定反抗 电影米奇十七 是由凤俊浩指导 罗伯特帕丁森主演 其他主演还有托尼克莱特 马克鲁法洛 还有纳奥米阿基 史蒂文元等等 本来片子是定于3月29号就上映 但是因为后期制作的一些进度的问题 所以撤档了 但是新档期还没有公布 不过这次展出之后应该快了吧 同样在产业大会上 还发布了DC的新篇小丑2 双重妄想的首支预告 小丑入狱后遇见了哈利奎英 然后让亚瑟不再独自一个人 去面对这个世界 整个预告美丽又癫狂 世界就是他和他的舞台 正如亚瑟所言 我们用音乐来疗愈自己 来平衡内心的残缺 所以也确定了音乐 在这部影片中的重要地位 同时作为一部歌舞片 预告中也呈现了不少 华金菲尼克斯和雷迪嘎嘎 共舞的画面 预告最后有巧妙的 口红微笑的这么一个镜头 让人久久回味 电影小丑2双重妄想 是由托德·菲利普斯指导 将于10月4号在美国上映 而这也是小丑上映五周年的纪念日 此外还有一部新片即将上映 这是来自知名游戏所改编的电影 《无主之地》 最近发布了全新的剧照 影片的主角们集体亮相 该部影片是由埃里·罗斯指导 切尔诺贝利的编剧 克雷格·马金负责剧本 演员方面有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 吉米·里·科蒂斯 阿里亚纳·格林·布拉 还有杰克·布莱克 查尔斯·巴巴洛拉 本·戴维斯等人出演 《无主之地》的游戏故事线 发生在一个叫潘多拉的星球上 虽然这里并没有出现传说中的宝库 但这里的矿产却让大型企业忽视眈眈 而在挖矿的过程中 企业发现了更多关于宝藏的奥秘 想要把它隐瞒下来 但是争夺这些资源的不止他们 还有另一批人也打算争夺 就是寻宝猎人 电影《无主之地》将于8月9号 在北美上映 每一天我们都会遇见新鲜的面孔 每一天我们也都会接收新鲜的资讯 所以每一天都是崭新的 明天同一时间 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我是主持人小方 明天节目中我们再会啦 See you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 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 冬季下雨 零食放映 收音机 你听几点几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 当小雨还没到对的时机 夏天也许 有谁同意 七十一 满杯巧克力 秒针转动滴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过早茶远黄色在你头吧 平行的花滴滴答 即行交叉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Zither Harp 忙碌回忆你头脑转不停 我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 乱门叹息 心停心腻 风湿起 就像在一起 我被爱抛浪命格的热情 你心心未演那古典钢琴 不曾相遇 未曾休息 想呼吸 你回忆在哪里 秒针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我早茶月光 塞在你头吧 平行的花滴滴答 即行交叉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秒针转动滴滴答 小小时差滴滴答 我早茶月光 洒在你头吧 平行的花滴滴答 即行交叉滴答 下个路口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